好 我們現在呢 其實就 我先暫時找一個沒有相關的簡報 找一個把它弄進來 我們開一個新的 你可以去看看 好 這邊我就開一個新的空白的 這是建立新的專案 那你看到左手邊 這 我們之前第一個用的叫錄製對不對 第一個用錄製的 第二個是不是有一個用 直接把簡報叫進來 反正你簡報多少張 我就照那個來吧 不夠的你再複製出來用就好了 好 再複製出來用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先來選擇說 你的簡報是放在哪裡 好 找看看 這個 找一下我們簡報檔案 好 假設我是找這個 你這樣處理的好 好 OK 那麼他就會看你簡報裡面的章數 他自動把你抓出來 看你要拿幾張 好 看你要拿幾張 我把這個呢 如果你希望簡報的大小 還可以做 上面有兩個選項 稍微留意一下 在這裡 一個是把 它當作換燈變背景 像我們剛剛一樣 你當作背景章自然就不能再做縮放 就是固定下來的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簡報 稍微說放明一下的 他必須要當作是一個什麼 物件 所以要用右手邊的 預測只是右手邊的 好 當作是一個物件來做處理 這個你稍微留意一下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背景是不能動的 背景不能動的 好 如果你要全部都要 我先不要那麼多 假設我先選了大概十來張就好了 好 十二張就夠了 你可以按SHIP了 第一張選了 再按B12狼穴 這樣就選到了 OK 他就開始把你的規機來囉 如果你剛那個專案都沒有關掉的話 他會出現在這裡 在視窗裡面 如果你沒有關掉 這個都會留著 都會留著 好 現在我稍微把它縮小一點點 這樣 這樣 那 你現在看到這個 有簡報的內容已經進來 而且預設的長度 都是我們剛講的 五秒鐘 好 五秒鐘 當然如果你不做任何編題 就直接這樣 輸出 這樣可能 意義比較小一點 所以如果說 你在這邊 假設 我們現在有一個 來賓講的是 這個主題 那你也有錄影了 你要整理起來 我拿剛剛那一段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影片 有沒有 從這邊把它插入進來 看哪一段是處於他的 好 哪一段是處於他的 我從這邊把它叫進來 OK 我們給 最主要的目的 是給各位看一下 不同的處理方法 你可以是以影片為主 也可以是怎麼樣 以那個 就是 簡報為主 都可以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糟糕喔 這邊它支援 NPEG4 FLV WNV 剛好我這邊用的是 MPEG 所以 沒有 那各位還記不記得 怎麼轉檔 我們是有 上次我們講過一個格式工廠 對不對 最簡單的就是那一個 用那一個就可以了 所以我這邊 先偷偷打開一下 好 簡單轉一個 轉一個比較小的 丟進來 那它需要NPEG4的 我就給它NPEG4就好了 OK 開始轉檔 一般講這個應該還好 一般講這個應該還好 當然如果你的電腦 效能比較差一點 這個可能要一點點時間 好 要一點點時間 那利用這個時間呢 各位也可以試看看 你的 可以先 用我們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剛剛如果你有錄的話 也可以好 就是我們不是有那個 的Video Capture嘛 對不對 你也可以先錄一段 等一下你可以試看看 因為這個影片太大了 我要分享給你 可能比較 不是那麼適 好 所以 你可以先稍微 有錄一段起來 然後等一下 找個簡報 如果你手邊有簡報的話 或者你現在就 做一個 還是你們要現在 找找那個什麼 免費的簡報換個 剛剛那個網站 我去的那個網站 雖然不在那個裡面 在這邊看 哇 他還真的是 很直接 給你看 這裡 再放大一點 他有沒有很直接 freepowercordtemplates.com 真的很直接 所以你也可以到這網站 稍微看一下 這樣應該看得清楚吧 freepowercordtemplates.com templates有加S 這個有加S 所以你到這邊可以先 遭到人家喜歡的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可以一起稍微 一起 試著做看看 反正 軟體 就是一個工具 那你多去想想有什麼 樣的方式去做 以後也許你會適合這種 以後也許你適合那一種 都沒關係 看你照顧哪一個為主 可以了嗎 可以了 那這個我就 關掉了 freepowercordtemplates.com 因為等各位 找完我這邊也是轉換完成 好 這個已經完成了 我就可以把它 放進來了 待會呢 我先等各位一下 我先把這個影片 我先把它抓進來 我們就在這邊先等各位 好那麼我剛剛已經轉換完成了 那各位如果你有找到你喜歡的版本 你可以把它叫進來 那我現在呢 就把我的這個影片把它抓進來 當然其實你也可以把那個錄影的畫面 抓進來 其實都OK的 好找到這邊 抓進來 好了進來了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時間呢 你可以稍微記錄一下 因為我的影片有進來了 所以 他的 剪報的時間 Slide的時間也沒有自動偵查 對不對 他跟著影片自動偵查 所以你不用擔心那個 哎我擔心這五秒鐘 那這樣 不就自動被切斷了嗎 好 那你進來之後呢 因為我現在是當作是一個 後面這個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這邊 下面這個 這個就是他的圖層 有沒有 半燈片是一張 然後呢 影片是一張 如果你上面有什麼圖像啊 形狀啊 這個 他用一隻獨立的圖層 又是獨立的圖層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 你在用的時候像 因為我的是把他當作一個物件來用 所以這個 他都有幫我留起來 有沒有 都幫我留起來 如果你當作背景圖 那就是變成一張而已 就不會有那麼多 就不會那麼多 所以像你看 我剛剛這個 點到他 這個都還可以動的 因為我在播動 我在那個 簡報裡面 這個本來就是獨立的一張圖片 好獨立的圖片 這個我都有去備好 都有去備好的 所以這個形狀 比較 自己去 還有一隻手 這個嗎 手沒有 手是背景圖 好 所以 你可以把 簡報搭配你的影片放進來 好搭配影片放進來 那 這樣子play可能比較 可以在這邊 就可以先看到 所以如果說你有需要 搭配簡報 你可以這樣用 當然也可以怎麼樣呢 把 就是 這個 你可以稍微 做剪接 或做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也是可以 如果萬一你知道都全幕的 那有 有些時候 我們會有另外一個情形 我把它 放到另外一個 放到這邊 如果你是屬於 截取 螢幕上的畫面 好截取 比如說我在這邊 那 他本身呢 這裡有提供一個 抓螢幕畫面的功能 就是 有看到 在右上角這裡 就是插入影片的 插入影片在這邊 再到旁邊這邊 他也本身有提供 抓螢幕畫面的 平常都怎麼抓螢幕畫面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真的 堅持要那個鍵了 至少要搭配一個快速鍵來 這就是 Alter ALT 因為ALT搭配的話 他就只抓 作用中式窗 就不會全螢幕都抓 就不會全螢幕都抓 我們稍微給各位稍微試一下 你在這邊 如果你 按Planet Screen 他是 連下面這些 連下面這些的東西 是不是都一起抓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今天只有 Alter叫Planet Screen 他會 比如說像在這裡 我如果只要抓這個視窗 那你Alter叫Planet Screen 就只有抓這裡 就只有抓這裡 這是 沒有用任何軟體的時候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要抓螢幕的時候 是怎麼樣 我只有抓局部 只有抓局部 比如說我這樣打開 我可能只要這裡而已 只要這一塊 那麼在這邊 這個上次給各位的免費 免費軟體面 我們就有 提供一個叫PickPick 給各位的免費軟體面有一個這個 Pi C K Pi C K Pi C K 這個不用安裝 不用安裝 那 你如果需要 就是 執行它的時候 裡面呢 有一個這個PickPick這個 它會有一個像這個調色版的 給各位看一下在這邊 我再放大一點 好 有沒有看到在 它會有一個這樣圖 就是你執行完了之後會有這樣的圖 好一個調色盤 有一個調色盤 那這個周門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連點左鍵或右鍵都可以 這裡就有一個螢幕截取 螢幕截取的 那一般說真的我們比較常用的 我們比較常用的主要其實還是 舉行區 就是我只要抓 其中一個部分就好了 好其中一個部分 還有一個也許你能抓的 就是 我希望有完整的 網頁的畫面 因為有些時候網頁比較長的時候它會不會有選種 會 那你要分幾次抓 如果你要分好幾次抓對不對 那怎麼辦 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你是 矩形區域 最簡單的 我先把畫面先切到我要的 好 接著就在這邊 剛剛它有快速鍵 不過 我們先不用 在這邊矩形區域 這個時候它就變成十字 而且 左上角或右下角 會有一個放大 給你看說你的十字的那個方 你看我移到這邊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上面就放大了 這樣你會比較精準 你可以用拖一的 也可以點一下放開 都可以 我現在點一下放開 移到我的 結束那一點 點一下放開 有沒有就好了 對不對 這樣就不用再去握著啊 剪半跟做裁切 而且剛剛那一張還在 重點在這裡 我們上次有介紹一個叫Dicto 剪貼部加強對不對 他會幫我們記住那個 每一次剪貼部的內容 那這個抓圖也是一樣 他會幫我們記住 所以 你不用擔心我這次抓完了 然後我還沒有 我下次可能我還要用的話 他會不會在 像這樣處理好了 就可以 或者是你要抓網頁上的新聞 你也可以在這邊做 比如說像我的在這邊 如果你要抓這個新聞 一樣 在這邊 截取 舉行區域 好 OK 我們就從這邊 我們就從這邊 拖曳起來 抓起來 抓到這裡 萬一這兩位 不能曝光的 你可以來這邊 因為他具有簡單的什麼 影像處理功能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把 比如說像有時候我們在網頁上 你是要把那個帳號密碼 你抓後面的時候 應該不需要人家知道那些東西 對不對 你可以把他拖起來 告訴他 這裡有特效 麻煩你幫我加個碼 探克 幫我 碼一下 好 這樣 就解決了 所以你的那個就解決了 這個 這種 你不需要什麼那個安裝什麼軟體 不用就這樣弄一弄就好了 很快 而且重點是 如果你有 重要的東西 我自己討論一下 這個 顏色我先試 紅色的 箭頭 箭頭一般我們在握著裡面 其實比較不好做 可是在這邊是很輕鬆的 對不對 你還可以加上這個 這樣重點就很清楚 然後你就負責 複製 就貼到比如說沒有簡報 或者握著裡面就好 如果你覺得這樣稍簡單 這樣你可以再幫他加個框 這裡有一個外框 但是他會有病調 他那一件會有病調 像這裡 有沒有加個框 他就有那個框框 這樣很簡單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是幫助我們 就是你在 準備這些東西的時候 可能也許你有一些東西會加到你的影片的 我們再稍微做 一點點 處理 他可能在視覺的程度上就會再更好 好就會更好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如果你做好了 這個當然你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因為這個沒有什麼透明的問題 所以 你用 PFG JPG 政治GIF 大致上都還可以 都還可以 如果你要品質比較好的 我會比較建議你用 PFG 還記不記得 第一個 Click magic 那個 那個存價也是 PFG 也是PFG PFG的 補檔 他的損失 基本上他是 不會因為壓縮 而怎麼樣 變差的 我們 如果是存 JPG 你在存 JPG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當你在儲存 JPG的時候 他一定會問你一件事情 叫做壓縮的品質 要壓縮 90% 還是85% 預設應該都是85% 還是80% 或者90% 即使你壓縮100% 他品質還是要變長 還是要少變大 所以他檔案會變強 那PFG是不會 PFG是原資源會的 會不會留著 所以他檔案也許比一般的圖片大一點點 那 我們這邊你現在 又多介紹一個PingPing嘛 對不對 所以 你代表你可以試看看 那如果說你有一些圖片 你要 從這邊 加進來的 直接用他內線功能來抓 也可以 好或者我現在抓完了再插入圖片的方式 都OK 從這邊找到了 找到他 下載 這裡 你就可以把你的 東西補充的說明 你可以把它擺在這裡 好擺在這邊 當然那個文字的都OK啦 我想那個文字 就不用講太多 好就是 你的簡報 你可以搭配一下 看有沒有需要 就是在做調整的 因為簡報基本上 他進來 這些物件 如果你不是搭配 他會留著 好他 他會留著 這樣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個軟體 有找到嗎 有一個免費軟體裡面 那個pickpick 你可以參考看看 我剛剛講到的 我剛剛講那個卷軸的 還沒有講 好 不好意思 萬一你的 網頁比較長 你看 這個有沒有很長 請問你要分幾次抓 很難 重點是抓他要瘋瘋 五五 有時候會不好 不好弄 所以呢 你可以這樣子 從這邊 這是我要抓的 就不是什麼 就不是 舉行區 而是 捲動視窗 捲動的視窗 點一下 我先縮小一下 點一下 他就會問你說 你要抓的是哪一個視窗 當然這個不只在網頁上 你一般的文件也可以嘗試看看 好我要的是這個 點一下 他就自動卷 抓完了 這個部分我會比較建議你用IE 他在 抓的時候那個過程會比較順暢 反而用Google Chrome有時候太長 他反而抓的不是很好 好這個是 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我在這邊我稍微把它縮小一點 有沒有這樣就是完整的頁 對不對 那你可以抓完之後你再看你要哪一個區塊 你再把他怎麼樣 再把他拿出來 比如說我要的可能是中間這塊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要的並不需要那麼多 對不對 我可能只要中間這一塊 可是剛剛因為在看的時候 他還是超過一頁不好抓 對不對 我可以先這樣抓好之後 然後就上面有一個要裁切 切掉 這樣就可以保留 我要的部分了 所以其實 這個呢 也蠻特別的 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就 雖然有超過頁 可是我還是一次就抓 對不對 我先抓完整的 然後再抓尾藥的地方 這樣也是一個方式 重點是 像剛剛講的 他這些圖 剛剛的都在 除非你把這個視窗關掉 他的工具使用上 其實應該不難 應該不難 各位可以有空可以晚安看 OK囉 所以如果說 未來你想要用簡報的方式 以簡報為主的 你可以先把簡報匯進來 那如果你不希望就是簡報 不小心再這樣去動到他 你剛剛在匯進來 簡報的時候 你就是把它當作背景圖來用 那麼你連動都不會動 反正他 當背景 對不對 他就是一張圖片 那像我現在不是當背景圖 所以這些物件 有沒有發現這些都是可以動的 這是 配合就是說如果你的影片有需要做調整 比如說因為影片比較 我想要放在哪裡 我想要放在這邊 有沒有 我想要把我的影片放在右手邊 那我簡報就可以順便再調整一下 這樣子的話 是相對比較靈活 比較靈活 好 OK 所以 我這一段 把用簡報的方式 我就先到這裡做一個段落 剩下現在11點 給各位一點點時間 練習看看 好吧 好 好